小绝的中文名叫瞿连绝,今年21岁,按照民政部门提供的资料。 小绝在1998年5月28号出生,5月30号被瞿州市莲花镇西山夏村一位夏师傅抱养,6月18号被送到瞿州市社会福利院。 1999年4月,小绝被一对美国夫妇收养。 联系记者的这位于师傅现在住在瞿州,他说自己也一直在寻找小女儿。 这个小女儿也是1998年5月出生。 出生一个星期之后,由于经济条件有限,他瞒着妻子把孩子放在了渠州市人民医院附近一个小树林里,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女儿。 为了确定双方是否存在血缘关系,23号,小绝和于师傅分别到浙江迪安司法监听中心做了抽携采样,今天亲子监听结果出来了。 于师傅跟这个美国女孩子,一共有13个基因座不符合这个遗传规律,已经排除他们存在亲子血缘关系。 还有当时双方也很关心啊,他们的基因数据跟我们目前数据库当中的基因数据有没有对手? 他们双方的话,子女方和父母方都在我们数据库里面自动比对过了,都没有比对上。 所以于师傅并不是小绝的亲生父亲。 汪主任告诉记者,26号,建德一位汪师傅也赶到司法鉴定中心做了抽携采样,希望能跟小绝的基因信息做个比对。 经过一番电话沟通,记者了解了汪师傅的大致信息,他的三女儿也是1998年出生的。 看到小绝的寻亲新闻之后,汪师傅觉得小绝很可能是他的女儿。 王师傅告诉记者,他住在建德李家镇,当时把三女儿送到了渠州渠江区上方镇医护人家。 从地图上来看,李家镇和上方镇只有十几公里的距离。 按照民政部门提供的资料,小绝被渠江区莲花镇西山夏村一位夏师傅抱养过。 上方镇和莲花镇相隔了六七十公里,如果小绝真的是汪师傅的女儿,临时抱养他的肯定不止疑护人家。 汪师傅说,事后他也是从亲戚那里得知,三女儿被抱去了福利院,具体是哪家福利院,汪师傅当时也不知道。 您觉得这个小绝跟您长得比较像吗? 为了寻找更多线索,记者提出了能不能跟汪师傅见个面,汪师傅婉拒了。 一切等到鉴定结果出来再说。 记者把鉴定报告交给小绝的时候,也向姑娘简单描述了汪师傅的情况。 小绝表示,她同样期待着这一次亲自鉴定的结果。 关于鉴责的汪师傅和小绝的亲子鉴定结果,我们也会持续关注。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 关注188黄金眼看百态人间事。